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S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来到这个2023年的尾声 就要快要2024年要来临了 小刚今天就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刚我在2023年 今年所收集到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些 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留下来的 就是我自己一些2023年入手的一些表款 小刚今年买的表不多 就只有这几只 第一只小刚入手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只 这一款ROLEX的DIGES 这一款劳力士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让了一个几乎是以原价 小刚买到以原价 而且这一只是全新的 就整个整支表的这个贴纸 它这个原厂的这个sticker 我们叫这些贴纸 甚至它那个这个条码 这些barcode这些 通通都没有撕 完全是新的一只表 卡蒂小刚手上这一款它是停产了 就是没有再出了这个款式 tank也是我个人觉得在卡蒂 这么多款式中除了三度式 除了centos以外 tank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经典的一款 第三款小刚入手的是这一款 宇波的这一款Classic Fusion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一款呢不用多说啦 第一眼我会买是因为它是一个绿色 绿盘的这个Classic Fusion 那再来就是这一只表 一般上我看到在市场上是这个蓝盘 跟黑盘的比较多 那这一只是绿盘的 所以我个人看一眼看了之后 觉得非常的喜欢 那这个绿它其实有点像那一种渐变 就你在没有光线之下 它是带黑的 然后有光线之下 你会看到它是绿的 这个绿呢 我个人觉得它非常的沉 非常的 它不会像那一种rolex 老绿式那种绿水鬼的绿 那一种绿就不一样 这个绿我个人就觉得 有不一样的这个味道 接着下来这一款呢 我个人经常都有在带的一款表 这个FM法木兰 Frank Muller的这一款Vanguard V45这个系列 然后我手上我会入手这一款 不用讲了 Crypton 在晚上 在夜晚的时候 你玩它这个夜光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帅 那整支表就是这个碳纤维 Carbon打造的 那它就导入了这个 结合了这个夜光材质 在这个表刻当中 甚至到表盘这些 通通都是夜光 真的是 戴在手上非常的帅气 而且重量非常的轻 因为它整个是Carbon 而且这一支表 产量当然也不多 小刚有询问之后 所以这一支表在市场上 你要看到人家拿出来卖 确实不多 最主要是小刚 我喜欢这一支表 是它的训练号 它这个表刻的编号 是88号 就是第88字 好看了之后不用想了 完全不用考虑 这一支表我立刻就拿下 这一支表是我在日本这个名表店看到 然后我就赶快的入手 第五款 小刚在那边讲一讲 就是也是一样一款 Frank Müller 那带有留意我的这个影片也知道 我经常都带Frank Müller 这个FM非常的多 因为这个FM带在手上 带在手上 它是真的是非常的束缚 我个人觉得 非常适合我个人的这个风格 那这款FM 是我第一款 Crazy Hour 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款 一个系列 可以说是已经完成我 这个其中一个Dream Watch 这个目标了 就是可以买到一支 法木兰的这个Crazy Hour 而且这一支是全球限量28支 而且我这一支手上是第七号 哇 Cheat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玉头马子 对不对 小刚手上这一支 跟别的普通的这个Crazy Hour 不一样 它是一个碳纤维表克的这个材质 而且这个黄色的表盘 一眼看上去就真的是非常的醒目 跟普通你看到的那种Crazy Hour 是完全不一样 那还有第六支小刚要入手的 因为毕竟这边少了一个空位嘛 必须把它填满 那第六款是什么呢 小刚今年最后一支 在2023年结束之前 会入手最后一支表盘 是哪一支表盘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小刚我这一支要选的表就是 那当小刚了解它的这个品牌之后 我发觉它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一些表盘 那小刚在来之前呢已经做了很多功课 经常逛了这个豪华的表盘 所以小刚已经知道自己喜欢哪一款 那小刚这一次会是小刚 第一支这个驼飞轮 也是第一支这个库鱼头的一个手表 它就是这一款哦 让大家欣赏一下 那我会入手这一款表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没有拥有过这个 库鱼头这一种设计的表款 那这一款也是我刚在这个前面一段有提到 它是我第一款 库鱼头的这个设计的这种表款 再来就是也是我第一款这个 驼飞轮 Torbeon的这个机星的这一种表款 那再来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是 因为它是在毫发表款少数当中用的这个手动上链的这个机星啊 而且它这个机星整个设计还有它这个布局啊 改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据我想我询问这个品牌之后 这一款它几乎应该就是快要停产了 那应该就是没有在用这个机星啊 这个手动上链的这个驼飞轮的机星 所以我个人就这么多款 我就最后我就选择了这一款 作为我2023年结束之前入手的最后一款表 那以上就是这六款哦 小刚就是在2023年 就入手了这个 你今年买了什么表 那和小刚分享一下 留言在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